終於來到傳說中的藤圓豆腐店 太開心了 藤圓豆腐店 如果是騰運字的謎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在新田革脈城就有一間藤圓豆腐店 最初由火炭那邊開 之後就開了一個在新田革脈城 給一群喜歡投文字的好友來打卡 適逢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通常都有一些車座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開了漂亮的車 有86、FC、FD 電影或原柱經典的車款 漂亮得不得了 看見我的車最後是陳冠希 謝謝 謝謝 新的86 FC86 舊的86 AE86 這裡就寫著 不要做這些紋盲 低級和令人討厭的童人 不要摸 不要碰 大家有規矩 這裡是一間藤圓豆腐店 在原廁或電影都看到 我盡量都希望跟著招牌 當然就一定是不一樣的 營業中 嘩 很多人 超多人 這麼多人 其實他們有些攝影套餐 可以拍照 可以直接曬出來 同時也有很多食物 飲品 或者想找人買 可以像一班車友 大家一起開心 聚一聚 這裡有電影的海報 原裝 兩張海報 也有豆腐店的模型 嘩 嘩 象徵度也挺高 看看我門口的字句 剛才的門口也有 外面 連這裡的雪糕也有豆腐味 好 你不吃豆腐味嗎 吃豆腐點 不吃豆腐味嗎 你這麼說 就轉豆腐味 因為這裡是新田購物城 我第一次來 可能我最後一次來 因為這裡快要收回 這塊地 這塊地都是一些 車友的聚腳地 但問題是 這塊地收回 好像是會起樓 我第一次來 雖然我之前都做車節目 又或者我自己喜歡車 但是 都沒什麼機會來這裡 才發現 這塊地都是一個好地方 去到八月尾 剛才的豆腐味 都一樣 去到八月尾 因為這裡全地都會收回 沒辦法要起豪宅 這兩架 之前也有不少YouTuber拍過 好像去到日本 真的有一點點感覺 都是他們在日本買回來的 我想 崇日 又被小粉紅鬧 請支持巴士保育 不知道上不上得呢 另外還有一部 日本的的士 改到東京無線1922 一二二 哦 Case to initial I close to Ali To and flow Water with the sea The sunrise is my peace I 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ck like a bee Case to initial I close to Ali To and flow with the sea The sunrise is my peace 大家看到了 一到星期六日 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了 新田這裡 因為一群車友 一家大小也好 只是男人也好 很喜歡進來 大家出水 以往有些 跟車友有關的汽車用品套 那些全部都可以來到這裡 車友集中地 但問題就是 這個地方 接下來都要收回 一堆R32 GT-R佬全部 有GT-R佬我用炒 木的一輩子都買不到 所以那些車友都說 就是又收回這個地方 然後又起豪宅 因為這個都確定了 是要建屋的 在新田的地方 他覺得 連那些車友 一些喘息的空間都沒有 大家一起聚一下 那些空間都沒有 車友聚起來 那邊有很多食肆 茶餐廳 可以飲食的地方 三五之幾聚起來 就開車進來 真的可以叫喘氣 但現在香港人明明 你是喘息的空間都沒有 所以香港人在香港生活 是很苦的 那些人覺得 有原因的 那些人不會覺得很苦 少少休息 就是喘息 也沒有 說到這裏 通常有些人留言 就說 你住人的地方都沒有 說座 座什麼 車座什麼座 住人的地方都沒有 沒得說 一說到這些 不適合頻道 OK 簡直是男人的dream time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些 很喜歡這些 美得不得理 開張桌子出來 這裡可以 有梯琴上去露營 外國人看youtube 很多這些 但香港就沒有空間 感覺就 香港有空間 不過不是很多人接受 有什麼人不接受 當然他們用腳踩一點坐就行 讓車子踩 那些人不接受 你明白嗎 懂得這班 玩這些越野車的人 他們全部都有固定的路線 不是周山去踩 而且不一定是全部山都行 那會不會面對什麼 執法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有四期 香港政府的法例 將一個好好的吉寶車 都要出貨車牌 所以變成有四期 這些電箱都是自己搭 有一段時間很喜歡看外國youtuber 就是做這些 即是DIY的自己斜 來玩一些 大的又有 小的又有 怎樣做一些車中排 可以在車裡面做 有了所有的資源 剛才我說 好像香港不是很容得下 我想都一定有原因 即是投訴的就是行山那些嗎 行山那些 行山那些 他們覺得你用千坦 滾四些草 比他們用腳踩死 人是自私 這是明白的 但是 我說沒有聽 一個正常的香港人 上班的時間 多過睡覺 所以能夠上山的日子 有多少 但他投訴完 是不是有些什麼會出現 即是警察會來 警察執法會 可能會多些 就像上山巡邪那些 那是不行的嗎 你知道香港警察執法 就很多時候 是沒有什麼明文規定的 放了國旗 對呀 放了國旗也搞不定嗎 放了國旗也搞不定嗎 放了國旗也搞不定 你以為這張國旗真的是萬能嗎 他要動你的話 就算你給了錢也沒用 我們有群組的朋友 一個車椅子也是犯法 在香港玩車 可能還差這句話 流行了很久 這裡的都是車友 都是駕駛者 大家對於政府 有時你要明白 為何這麼多人都討厭政府 我先說說 我這段影片是帶出一些意見 我怕你有舉報 引起大家對政府不滿 仇恨 我很愛政府 其實我想你好 現在網上見到這架熱狗 16號想去廣田藍田 希望下次有機會拍下 一個時代的回憶 雖然你們又說他們什麼巴膠 但是說真的 有很多巴士愛好者 保持著巴士 鬼死這麼漂亮 一個時代的象徵 多久沒見過這個車門 這個位置 這個窄位 以前小時候經常坐 很好坐 一上巴士就要坐這個位 現在這個位置都已經沒有了 現在新的巴士都沒有這個位置 都看到車的外表 我顯然都看到 車主一定花了很多心機去維修 令那些油油過了 一定是愛好者 如果不是愛的話 不會做這些事 吃力不討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回到這麼新 然後讓大家去參觀 讓大家記住這個回憶 是神經病的人才會做這些 我覺得 所以我很尊敬這些人 可能大家不熟悉新田 雖然我第一次來 但我按一按Google map 我自己都知道 這個地方 極度至近諾馬州 要連近到諾馬州的地方 都要搞 要用來建房子 多麼神經病 看到這個新田購物城 我覺得很搞笑 最初他成形 是因為要解決中港矛盾 因為太多內地自由行 有些上水粉頂 拖劫到人的腳 大家都對於這些自由行 太過覺得是神真鬼嫌 搞了這個購物城 將人們疏到過去 當然了 都跌了街 都跌了直 吃了糞便 又沒有人去 接著內地人不來的時候 接著就跌了直 店舖都收拾了 好了 接著開始慢慢轉型 變成了汽車城 很多車 車友 租單車 總之跟車有關 這裡開了很多店 甚至有些賣車 做得有聲有色的時候 疫症 OK 疫症 攬炒 現在開始慢慢一步一步 開回來 做回來 叫多些人樓 又要配合這個 新界北的發展 之前做一些前期研究 接下來這裡又會建房子 附近又會建科學園 又會建一些商業大廈 喜歡這條片的 我不知道你們的車友 還是什麼 可能是普通市民 但我還是最後想說 其實普通的市民 在這個地方生活 已經是呼吸不了 政治環境 大環境已經差得不得了 連這些日常娛樂 休閒都沒有了 好 玩完 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朝聖 剛才那些什麼豆腐店 又或者跟三五知己 進來聚一下的話 要留意 有很多店舖 八月尾的時候 就會拜拜 這一點大家也要記住 喜歡這條片 或者不喜歡也好 喜歡就給like 不喜歡是Q彈 在下面留言 幫我聽你們的看法 如果喜歡就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